这个旁边大不大 大 比我脸都大 这个怎么吃 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帝王线 我在南京做厨师两年嘛 都没有做过 因为太贵了 你们看一下 它是活的 挺新鲜的 这一只得多少钱 在饭店里面的话 500块钱一斤左右 这得三斤嘛 我感觉 婆婆来了 哎呦 这个怎么那么大 它在海里面呢 就那么大 哎呀 这事都不是 老妈没见过吗 没没没 你看它背面嘛 都是软的 哎呦 这个肉 哎呦 把它放掉吧 放哪家 放 安门二盒里啊 看着怪心疼的 它不行 放盒里面会刮翘翘 人呢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害怕呢 哇 这是蟹黄嘛 新年 嗯 它这里面是层蟹黄的 看见了吗 嗯 嗯 太多了 哇塞 看看 可以吧 这个蟹黄一回怎么吃啊 一会打个鸡蛋 给它蒸一下 蟹黄鸡蛋老鲜了 尾巴好大呀 不要了 不要了 这个塞 蟹肉再给它打些八块 看这个肉实不实在 我们把这个蟹腿嘛 再给它分成三块 妈妈 这个好不好吃 好吃 这个肉还嫩 等一下多吃点 哎 一口一大块肉 老过瘾了 我为了让你吃到位 看看 满满的蟹肉 你好好做 这那么贵的东西 一定要做好吃一点 蟹腿 蒜泥 再来一个蟹黄蒸鸡蛋 给你们看一下 已经弄好了 一蟹三尺 这个是青蒸 然后这边 这边两个蒜泥 然后加一个这个蒸蛋 很完美呀 我们今天就在外面蒸 这个是蒸笼 水还没有烧开呢 蟹腿 十分钟就好了 哇 出锅了 下一个 哇 下面开始起锅炸油 漂亮吗 嗯 这个青蒸的看着挺有食欲的 蒜泥的也不错 都得进 妈妈这个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咱就拿块的啊 好啊 老妈 嗯 就这一桌菜 十分打喜门 一百分 姓姓 就这一桌里最想吃哪个 这个 这个腿啊 你尝一个 好多肉啊 哇 这一口实在不 太实在了 哈哈哈 娘娘给你尝一个 哎 哥 哦 你也要吃啊 嗯 冷吗 来 好吃一碗 好吃啊 嗯 酱汁那个蒜泥熬的比较好 爸爸这蒜泥好吃 我都拌饭了 拌饭了 拌饭了 你也拌 这个青蒸的什么佐料都没有放 但是挺好吃的 鲜 多吃点啊 哇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要吃一块 哇 塞 再来点灵魂尿汁 蘸一下 嗯 它跟那个螃蟹嘛 其实是一个味 但是它很嫩 你别看它很大一个 特别特别嫩 帝王蟹的大钱呢 哇 新鲜 哈哈哈 肉多不多 谢谢妈妈 不用谢